这种食材穿鱼以外的地区很多朋友都没有见过 我们这边一般把它叫做亚菌巴 一只亚子或者是一只鸡都只有一根 就是挨着菌干的那一块肠子 当然它的秀名肯定不叫菌巴 具体秀名叫什么 大家有没有知道的朋友可以在评论区咱们探讨一下 可能会有朋友问我这个东西怎么吃 大家跟着我的视频来 今天我们要做的是在川鱼地区特别有特色的菌巴 第一步就是要先给它清洗干净 把冰全部解冻 菌巴子清洗干净过后下锅先焯一下水 把它收紧 同时来上一点姜葱 料酒 焯水主要是把它收紧 还有就是去除它一些玄瑄之类的东西 炒开过后把这些浮沫全部打掉 再煮三分钟后捞出来冲洗干净 必运 接下来我们先准备一点香料 八卦 大料 梳子皮皮 梳子叶叶 贝纸 白蔻 干辣椒 干花椒 配上的姜葱 咱们起一个简单的家庭卤水 锅里来上一点点油 来上几口冰糖 炒一个糖色 冰糖全部都炒至棕红色 并且开始不断的这样鼓大喷儿 就可以把香料先放进去了 香料在油里面爆一下 才能激发出香味 下焯水洗净的菌巴子 预起薄断上碎 烹入半勺料酒 再给它加入水 调一点盐 糖 鸡精 胡椒粉 生抽酱油提炫增味 老抽酱油上碎 毛油 烧开过后转小火 给它卤过25分钟就可以了 辅料就准备一点干辣椒 干发酵 再来准备上一点姜葱蒜 给它切成末 最近有朋友在评论区留言 说我一直都是在做家常菜 没有搞什么牛羊这些 说我抠得不得了 我解释一下 第一点 是因为我本来就是搞家常菜的 所以说肯定是搞家常菜 第二点我抠 我为什么抠 我赚钱这么累 我抠一点我不应该吗 你们觉得呢 君八指的时间卤来差不多了 将它关火 用筷子给它腌出来 剩下的卤水就没有用了 现在我们另起锅 来上一点92号的菜籽油 四成油温的时候下准备的姜葱蒜末 再来上一点香辣酱不是豆瓣 全部炒香干辣椒干发酵下去 这个味道立马就提起来了 辣椒和花椒炒好下菌巴 大火给它薄转薄转 来上一点点鸡精 八卦粉粉 大料粉粉 继继续炒转 再撒上一点炒熟的贝鸡 芝麻 起锅前淋点花椒油 香油 翻转翻转的就可以了 一个字 香 这个颜色看起来是有点诱人咯 最后撒上一点性感的葱发 美味继承 非常好吃的一道香辣菌巴籽就做好了 蒸子做出来的菌巴特别的脆爽 吃起来喧香开胃又口渴 尤其的适合拿来下酒 其实它是一道凉菜 很适合过年期间家里面来客人 提前制作招待客人 当然如果不喜欢的朋友 也就只有免费看完 撒够 说真的 我已经被这个香味馋到了 这个清口水已经吞了很多次了 先告一哈味道 帮你们告的哈 又脆又入味 特别香 辣度是属于那种微辣到中辣之间 我记得我在十多年以前卖凉菜的时候 就有这个菜品 香辣菌巴 那个时候卖的是18块钱一斤 但是不好卖 不知道为什么 是不是我的手腻不好的原因 吃了个花椒麻辣了 真的是很安逸很靠谱很过瘾的 只要是稍微懂一点点猪菜的朋友 看我这个流程你看完了 你要是说它不好吃 你过来啪啪啪这样掺过两次 我话都不得说一句 多多就不说了哈 锅里面汤还炖起来等汤炖好了 再吃饭 我是想念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